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幾天新聞看點比較多 想看熱鬧的,有熱鬧可看 想看門道的,也有些事情可以琢磨 今天咱們就先來看一看熱鬧 然後再來琢磨一下門道 最熱鬧的事情就是美國福克斯電視台的女主播 翠希里根和中國央視的英文頻道的女主播劉昕 有一場辯論 辯論的主題是美中貿易戰 這個辯論之前好幾天 雙方就在各自的頻道裡面隔空交火 各自都說自己的國家是正義的一方 對方不講道理 然後翠希就公開約架 要跟劉昕展開辯論 劉昕也公開接受挑戰 而且央視還說辯論要直播 所以這件事情大家都很期待 但是昨天我看了一下辯論的情況 說實話比較失望 我也相信很多朋友有同感 因為那根本就不算是一場辯論 最多就算是個訪談 翠希提出了一些問題 劉昕就這些問題做了一些解答 雙方基本上沒有展開各自的論述 也沒有太多的反駁對方的關聯 那麼整個節目呢 一共只有短短幾十分鐘 十幾分鐘時間 在開頭的時候 翠希就介紹說劉昕代表中共 劉昕澄清說他不是中共黨員 就在這個時候總算是還有一點點火藥味 其他的對話就非常平和 咱們吃瓜群眾 包括本人 都是看戲不怕抬高的 都是想來看一些火爆場面的 你結果兩個人表現得這麼克制 溫文文爾雅 所以呢 大家都感覺這個節目沒什麼看頭 不太過癮 大家最失望的就是這場節目當中 這個翠希表現的太一般了 即使是你做一個訪談節目 你也可以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呀 提問題的角度 這個翠希也不夠準確 比如說他問劉昕 他說你怎麼看國家資本主義 這種問題打而不當 太沒有針對性了 吸引不了觀眾的注意 也不能給對方太多的隨意發揮的空間 如果是我來提這個問題 我就會這麼說 我說在中國有一些重要的經濟領域 都是由政府控制的 準確的說是由那些有權勢的 權貴家族控制的 比如說李鵬等等家族 他控制了能源的行業 江澤民等等家族控制了高科技的行業 陳雲等等家族控制了金融領域 習近平呢就是涉足好多個領域 而且他們都在海外擁有龐大的資產 很多家權威的調查機構和媒體 都已經報導了證實了 那現在請問你劉昕你作為一個媒體人 你覺得自己是不是應當告訴中國人真相呢? 還是應當幫助這些權貴家族隱瞞真相呢? 這個問題一提出來 你不管劉昕怎麼回答都不對 他要是說這些信息是真的 那他就是打中共的臉 當然他不敢了 如果他說這些信息不是真的 那他就必須要為中共來洗地啊 來辯護啊 那就坐實了 他是中共的喉舌 是共產黨 可惜呢,翠希沒這麼問 這個節目看下來啊 我倒是對劉昕的印象比較深刻 相信很多朋友也和我的感覺是一樣的 即使是像我這種對中共生物痛絕的人 對劉昕這次的表現都很欣賞 為什麼呢?因為愛財呀 劉昕這個人確實是有財 不僅僅是英文講的地道 而且反應快 更重要的是思路非常清晰 表達觀點的時候 分寸也掌握得非常的好 雖然是在給中共洗地 但是呢,還真是可以迷惑一大批人 劉昕比起央視的那些中文女主播 那些只會照本宣科的 只會給中央領導賠稅的那些女主播 實在是強得太多了 他甚至是比外交部的那幾個發言人 也強很多 比如說那個什麼華春瑩啊 什麼耿爽啊 那跟劉昕一比可以說是言語乏味面目可正 只是可惜啊 這麼一個人才有才幹的人呢 完全可以靠自己闖出一片天地的 不知道他怎麼就跑到央視那麼個爛地方 怎麼會去幫助中共來講話 親本家人為何做賊呀 太可惜了 這兩天呢,還有一件事情 很多朋友可能沒注意到 那就是南華早報啊 報導了一些內幕消息 我覺得應當引起大家的關注 南華早報呢,說他們從幾個渠道得到了關於 美中貿易談判破裂的原因 原因一共有好幾個啊 其中有一些呢,是大家都知道的 比如說啊,美國要建立一個監督機制 中共不同意 中共欺騙了美國,欺騙了全世界這麼多年 美國人呢,當然已經不相信他們的話了 所以說呢,要求設立一個監督貿易協議執行的 這麼一個機構 一旦中共耍賴了,將來耍賴 美國人就可以根據這個協議立即實施制裁措施 這一點呢,中共當然不會同意 中共本來的意思啊,就是想簽了一個協議之後啊 用這個協議把美國給拖住,讓他停止制裁 咱們說個形象點的比方啊 中共過去是犯賤,在貿易上啊,對美國啊 明搶按偷,以前的美國總統啊,都是斯文人啊 總想跟中共講個道理 結果呢,現在換了一個脾氣火爆的川普當總統 那就把中共啊,摁在地上啊,拼命的揍 中共對川普說啊,今後我不偷不想了啊 你現在別打我了,我寫個保證書啊,我簽字畫押 川普就說啊,那我再加上一條啊 一旦發現你今後啊,再偷再搶 我馬上又動手揍你 來來來,你在這個地方啊,按個手印 那中共當然了,堅決不按這個手印 為什麼呢?因為它不偷不搶,它根本活不下去啊 它沒了每年呢,五千億美金的貿易順差 中共這個經濟體系能夠維持下去嗎? 大部分中國人消費能力啊,不行啊,窮人 還有一些呢,是不敢消費的中產階級 那國內的這個市場發展不起來 就靠啊,傾銷到美國啊,和其他的一些西方國家 就靠啊,搶佔美國的市場 它才能發展經濟,不搶,它怎麼能發展呢? 中共也捨不得啊,在教育啊,科技方面的投資 所以在國內的這個開發創新的能力非常差 你不偷不搶美國的知識產權和科技成果 中共哪裡跟得上時代發展的步伐呢? 所以說啊,中共啊,在他們看來啊 簽協議的結果就是挨打 不簽協議呢,也要挨打 那有什麼必要簽這個協議呢? 南華早報還透露一個中共拒絕簽協議的啊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共啊 川普他要求中共啊,開放互聯網 而且是完全的開放 中共絕對不能接受這樣的條件的 川普加了這個條款 那他就不僅僅是說啊,要把中共按在地上啊,拼命揍 而且呢,是要逼著中共啊,你自我了斷 中共當然不能幹 因為這個互聯網只要一開放 中共過去啊,現在所做的的種種的壞事 醜事都會曝光 全國老百姓一旦知道了這個真相 那馬上就炸裙了 原來你們坐在主席台上的那幫孫子啊 台上一本正經的啊 台下呢,都是南道女倉 咱們老百姓買不起房子 看不起病,養不起老,上不起學 你們這幫孫子啊 搶搶豪奪,個個都是富可敵國 你們讓老百姓呢,知道這個情況之後啊 那能夠活得下去嗎?那能夠散罷甘休嗎?一定造反 所以一旦互聯網開放,我敢說啊 不出一個月,甚至不出一個星期 全國老百姓呢,都會走上街頭 軍隊都會劃變啊 政府官員都會反水,中共就會垮台 所以說啊,中共堅決不牽制 去年貿易戰剛剛開始的時候 咱們共振團隊的成員一起討論這個局勢發展 原鄉局勢就曾經說過了 川普那這次啊,絕對不僅僅是要保護美國人的經濟利益 而是要啊,徹底的打垮中共 他說啊,這是天意 還說啊,這個劇本上就是這麼寫的 那我後來呢,也在幾期視頻當中啊,談到這個問題 說只要川普要求習近平開放互聯網 那就是想滅掉中共 現在啊,終於得到證實了 川普就是第二個里根 里根呢,那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總統啊 因為他把蘇聯帝國給打垮了 為美國也為全世界消除了一個隱患 他雖然是個演員出身的 但是呢,他不是個好演員 他從來就沒有掩飾過他要消滅蘇聯的這個意圖 而川普呢,雖然是個商人 但是啊,演技比里根要好多了 他在競選的時候啊 根本就沒有怎麼表現出對中共的有特別的反感 甚至他還說啊,說八九六四啊 那是中共做了他們不得不做的事情 所以中共特別高興 所以那個時候啊,他們這個對川普有好感 好像還動員了不少這個華僑社團呢 動員了不少大外宣的媒體去支持川普競選 哪裡知道川普一上台啊 就要把中共王實力整啊 到現在為止,川普口裡面呢 還這個聲稱啊,習近平是他的好朋友 還說習近平給了寫了一些美麗的信 而表現得好像啊,他們兩個是兩個老機偶 過去這一年多,對習近平傷害最深的 打擊最大的,威脅最大的,恰恰就是這個老機偶 所以說啊,川普真的非常會演戲 要說演戲啊,川普啊,可以說是真正的影帝 那還有一件事情值得大家注意啊 就是這個消息啊,是由南華早報最先透露出來的 南華早報啊,是香港的一個英文報紙 2015年的時候啊,馬雲旗下的阿里巴巴啊 就買下了這份報紙 那自從買下了之後呢 就出現過好幾樁讓習近平呢 非常惱火的事情 第一樁,第一樁就是在2016年的4月 4月19號的時候啊 4月19號的時候 他們那個南華早報說習近平2015年就死了 雖然後來馬上出來更正說這個是比物 死的人不是習,不是習近平 而是徐,也就是徐才厚 你們哪兒出點比物不好呢 偏偏要在這種事情上面呢出現比物啊 在習近平看來 你們這就是在惡毒詛咒偉大領袖嘛 那第二樁事情呢 就是南華早報啊 2017年7月19號那一則消息 說是一個叫力潛心的年輕女人呢 在香港擁有龐大的生意和超級豪宅 連這個豪宅的地址 南華早報都說得清清楚楚了 這個力潛心是什麼人呢 他是人大委員長栗戰書的女兒 而這個栗戰書呢 他又是習近平的左膀右臂 親信中的親信 可以說爆栗戰書的料 那就是打擊習近平 打擊習近平呢 這個要砍掉他的左膀右臂 那第三個事情啊 讓習近平惱火的 就是這一次啊 曝光美中貿易談判的這個破裂的真正原因 尤其是美國要求中共開放互聯網 中共拒絕啊 說這樣會影響到中國的 政治和社會穩定 這就是要讓全世界都知道 美中貿易協定呢 談不成 不是因為啊 習近平想維護中國的尊嚴 或者說習近平啊 這個在保護人民的利益 而是他不想讓人民知道真相 他想愚民 他想弱民 他是為了更長久的奴役中國人民 所以說啊 他們把這個消息一透露出來 這就是在給習近平難堪啊 就是在打擊習近平啊 那有一些不了解中共政治運作的朋友啊 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說馬雲是個中國的商人 他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膽子啊 給習近平使壞呢 馬雲當然是沒有這個膽子 但是他背後的真正的大老闆有這個膽子 馬雲只不過是這些大老闆的白手套而已 沒這些大老闆給他後面撐腰啊 馬雲可以說在2017年 早就被栗戰書幹掉了 那麼這個大老闆 這些大老闆是誰呢 就是江澤民、曾慶紅他們 他們不僅僅是馬雲的老闆 那也是一些政治局委員的 甚至是政治局常委的老闆 他們和習近平之間的這個矛盾啊 現在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階段 那在政治上他們已經完全對立了 因為他們想垂簾聽政 而習近平不想當兒皇帝 大家有矛盾 在經濟利益上面也已經對立了 他們過去是控制了很大一部分的經濟領域 其中包括馬雲的阿里巴巴支付寶 那現在習近平要把這些經濟權力 完全收到他一個人的手中 這就等於你在老虎嘴裡面躲食啊 那這些老虎能夠咽得下這口氣嗎 所以說現在大家都在準備最後的攤牌 在最後攤牌之前呢 要做一些預備的熱身的動作 前一段時間江澤民、曾慶紅啊 他們都高調亮相啊 還有很多這個中共高層的和這個大員呢 和地方的大員都公開的 或者是私下的啊 跑到江澤民、曾慶紅那裡啊 表示效忠 這都是攤牌之前的一些 預備的熱身動作 大的動作啊 還在後面 大家拭目以待 所以呢 大家現在準備好啊 現在呢 現在美國已經完全跟中共翻臉了 那美國已經下定決心要搞死中共 中共內部的矛盾呢 也到了不和調和的階段 很多人要和習近平呢 拼個你死我活 所以現在民間的有識之事 大家一定要準備好啊 整個代彈 準備出擊 今天呢 北美這邊是5月30號 國內已經6月1號了啊 過去這半個月呢 我們發過好多帖子啊 倡議維權群體 在6月1號 一起上街抗議 同步共振 現在啊 已經有很多的人接到了這個倡議 也有很多的人呢 準備上街 其中呢 有一個群體啊 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 他們派人到這邊呢 跟我們聯繫 說他們準備 在這兩天呢 就上街 我在這裡呢 不方便給大家透露他們的信息 我希望啊 他們馬到成功 當然了 這個中共這方面呢 他們也會竭力的去阻攔 大家上街 所以說啊 不是我們一想上街 就能上的啊 民運和維權 都是在和中共政權的博弈 大多數時候啊 是中共會贏 但是呢 我們不能因為過去沒有贏過 就不再跟他們博弈了 我們必須要堅持啊 一直跟他們博下去 因為只有堅持博下去 我們才有可能贏呢 我們只需要贏一次 我們就徹底的贏了 所以說大家一定不要放棄 這一次呢 他們還有可能贏 但是不要緊啊 按照全民共振的這個倡議的這個方法 我們即使是輸 我們也不會啊 輸的太慘 我們不會輸到哪去 如果這一次啊 大部分人都被他們攔住了 沒能夠到達這個聚集地點 只有少數人到達了 那麼大家一定要記住 千萬不要停留太長時間 大家就到那去上個步 然後就回去 不要公開的抗議 要全身而退 等到下一次人多了 大家再一起上 如果這一次啊 中共沒攔住 那麼大多數人都到了聚集的地點 那麼大家也要記住啊 一定要不斷的擴大人群的規模 要不斷的動員更多的人參加 要不斷的擴展啊 要打運動戰 如果呢 大家停留在一個地方啊 最後一定會受到這個維穩力量的包圍啊 受到鎮壓 關於啊 怎麼樣搞街頭運動啊 這個抗爭方法 我們呢 已經寫成書了 希望大家到這個谷歌上面 去谷歌一下 街頭革命方法論 按照那套方法來操作啊 任何一次啊 大規模的維權行動 都能夠實現維權的目標 甚至是啊 都能夠成為整個社會變革的一個起點 在這裡呢 我也要告訴體制內的 有一些有識之士 現在已經到了歷史的轉折關頭了 該出手時啊 就出手 怎麼樣出手呢 我建議走群眾路線 搞兵變政變這個難度比較大 但是搞民變呢 難度很小 在你們控制的地區 你們可以啊 主動的挑起一些民變了 也可以在民變自發的發生的時候啊 你們順應天道民心啊 或者是啊 這個獲民啊 獲暗的來支持這個民眾的 那起來反抗 這樣呢 民眾反抗規模一旦擴大 你們就會得到你們所需要的效果 老百姓呢 就會感激你們 將來就會給你們巨大的榮譽 節目呢 這個做到這裡 我要發一個廣告了啊 6月3號下午5點鐘 在美國加州的這個自由雕塑公園 將會有一場盛大的紀念六四的晚會 那這場晚會呢 將會藝術性的在線 當年六四的場景 成為林先生雕塑家 他雕塑的坦克人 將會展出 我們全民共振團隊呢 也給大家準備了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節目 歡迎大家光臨自由雕塑公園 公園的地址呢 我將會寫在這個視頻下面的置頂評論當中 那麼今天呢 我就講到這裡 贊同我觀點的朋友 請點個贊 沒有訂閱的朋友 請訂閱 謝謝大家的收看收聽 下次再見